来到新竹坚持凌空廊道 进行美丽的山景空拍 曾与老鹰有过三次的空拍遭遇 而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拍到 画面难得 欢迎起来秘境找路 探索吧 大家好 这次我过去新竹坚持拍摄 是我在丁虹到天启节 这集的影片 拍摄到很难得的山景画面 而且捕捉到老鹰盘旋在空拍机旁边的一个难得的画面 所以我特别把空拍的画面再制作成一个专辑 好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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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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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从空拍机的画面发现附近一对老鹰在过境盘旋路 因为从瞬间的画面很难辨别是哪种种类的鹰 那我查了一下资料 疑似是赤不瘀或灰面狂烟 但老鹰一直在空拍机旁边飞来飞去 很显然是有警戒的作用 甚至把空拍机当作一只猎物 还好后来我的空拍机有平安的返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